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子峰娱乐圈清流般的存在 五岁出道 九岁成名 十四岁走红 二十岁被捧上天 他的进阶日路顺风顺水 无半点黑料 不禁令人怀疑如此幸运的他 似乎是上辈子拯救了银河系才受到老天的台爱和眷顾 有网友开玩笑说 2021迎来了张子峰年 迎凭习来了一阵风 上半年张子峰佳作评出《火爆霸屏》 主演了《我的姐姐中国医生》等多部风格迥异的影视剧 让观众又重新认识了这位演技百变的国民妹妹 年仅二十岁的张子峰也凭借在《我的姐姐》中的出色表演 被亚洲电名奖提名《最佳女主》 事业在潘高峰 回顾他这一路的蜕变从妹妹成长为姐姐 让人感慨万分 子峰妹妹确实长大了 别看他年纪不大至今已出道15年了 是个名副其实的小戏骨 因此也有不少粉丝调侃他称 我是看着你的戏长大的 张子峰2001年生于河南三门峡市 虽然家境一般父母都是工薪阶层 但他的经历可非比寻常 张子峰自小多才多艺 有着超强的表现力 父母发掘到他的天赋后抱着望女成凤的心态 带着小子峰去加入了各种文艺培训班 参与了各种比赛 竭力将女儿打造成一名童心 争气的张子峰也不负父母的期望 自带光环的他开启了这一路 暴风式的逆袭成长 三四岁的张子峰曾在河南参加过选秀 儿时的他就非常厉害 在一众小选手中脱颖而出 拿到了不错的成绩 年幼的张子峰人小鬼大 曾向父母坦言长大后 想成为一名演员 而母亲也看到了女儿心智早熟 长相可爱 镜头感强等特点 于是焦焦地为她规划好未来 带着她当起了北漂一族 进京寻求发展 最初母女俩的北漂生活并不如意 虽然过得艰苦窘迫 但也找到了不少资源和机会 就在母女俩快要走投无路之时 母亲为张子峰接下了一个豆浆机广告 而这则广告不仅成为了张子峰进军演艺圈的敲门砖 也改善了她和母亲在北京的拮据生活 后来张子峰又接拍了一系列广告 成为了那时家喻户晓的广告童星 靠拍广告积攒了一些名气后 张子峰也迎来了人生中的转机 张子峰在唐人街探案中那诡异邪美的一笑至今 都让不少看官心有余悸 也成为了该片的经典桥段 同时让14岁的张子峰尝到了走红的滋味 其实张子峰的走红并非意外巧合 为了提升自己的演技 她在背后可是下了一番苦功 小小年纪的她究竟有多是猛呢 2008年7岁的张子峰被情景喜剧导演林丛条中 2008年7岁的张子峰被情景喜剧导演林丛条中 凭借电脑娃娃中的汪莎莎正式打开了戏路 之后几年张子峰又接连参演了龙须沟等多部作品 逐渐磨砺演技 为之后的大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在拍这部戏拍摄期间 导演要求张子峰直接跳进臭水沟中 结果她二话没说直接跳了下去 在后来的采访中 主持人问她当时怕不怕 小子峰却说比起害怕 更不想让自己因没完成而生气 很难想象说出这番话的人 居然只是个几岁大的小女孩 我们常说越努力越幸运 张子峰也因自己的努力打动了幸运之神 2010年由冯小刚指导的唐山大地震 让观众们熟知了扮演方登一绝的张子峰 毫不夸张地说当年年仅9岁的张子峰在剧中的演技堪称完美 几乎惊艳了所有人 眼神状态形象等都无可挑剔 也正因这个角色不但严傻了张国强 还让冯小刚称她为圈内的天才少女 甚至她还拿下了第31届电影百花奖最佳新人奖 成为了该奖项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而张子峰对于天才一说却表现得极为淡然 她觉得自己与他人并无差别 同时她也在担心这种被上天恩赐的天赋 可能会在某一天悄然消失 所以为了让自己避免吃老本 她对待每一部作品都十分卖力 积极于每一个角色共情认真刻苦的敬业态度 让人不得不服 成名后的张子峰戏约代言不断找上门 合作方纷纷向她抛出橄榄枝 一时间她成了众导演们争抢的香波波 张子峰也趁着打铁先后接演了 《心术》《宫索陈香》等多部优质剧作 虽然戏份不多 却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经过几年的磨练后 张子峰的演技更上一层楼 2015年张子峰不仅参演了 陈思成的《唐人街探案》 还与黄磊、海青等实力派演员合作 《小别离》 好评口碑如潮 创下了极高的收视力 此后张子峰的演艺之路越走越顺 名气也越来越高 2018年张子峰与前辈周迅合作了《你好之华》 令人折服的演技不仅感染了观众 同时也征服了评委被金马奖提名《最佳女配》 导演严谨俊二毫不吝啬对这位小戏谷的欣赏 曾当众力捧张子峰将她视为第二个周迅 只要开演她就会马上进入状态 那时的她就是剧中的人物 不得不说张子峰的演技不知要比圈内那些所谓的演员专业多少倍 张子峰虽说不是大众心中的低眼美女 可她那甜美可爱的笑容 温婉安静的性格 以及清新淡雅的文艺范儿却十分讨喜 2019年张子峰加入综艺向往的生活 节目中她十分害羞拘谨 不争不抢不出风筒 慢热的她默默的藏身于岁月静好之中 甜静而淡然 有人说她在综艺中的表现差强人意 没有什么存在感很尴尬 其实这倒不如说 她是在小心翼翼的与明立场保持着微妙的距离 用内敛的性格做自我保护的挡箭牌 对于性格方面她也有着自己的理解 从张子峰的追言片语中不难发现 她的心态更近似于少年老成 在少女的身体中住着一个成熟的灵魂 全瑜都在期盼着张子峰长大 这句话绝不是虚言 除了各大导演对她的赞赏之外 院线经理也公开表示她能够扛起票房 对于只有20岁的张子峰而言 现在才只是开始 她还有大把的时间去精力 去感悟去创作 当大浪平复之后 喧嚣归继之时 妹妹的下一站就是姐姐 未来的路还很长很远 愿子峰妹妹能够一直坚持本真 秉持初心 保持热忱 带给大家更多的惊喜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 尽在数个超能力敬请关注哦